Header Fan 聯播網 是的 虎年發財 恭喜恭喜大年初五的下午一點鐘 來到Header Fan 聯播網 進行的是我們這個大年初五的特別節目 我是火力DJ阿關 我是夜貓DJ丹妮絲 我是 Relax DJ Aaron 我是 Fresh DJ Alice 有沒有覺得今天很Special 很特別 因為我們是一種連線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過年耶 北中連線對不對 過年就是要熱鬧鬧的嘛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四個人剛好可以開一桌耶 可是Dennis不會打耶 你會打牌嗎 Dennis不會打麻將耶 Dennis不會打麻將 Dennis不會打麻將 Dennis大學還在拉斯維加斯年 都沒有學會打麻將 拉斯維加斯所以是要玩 更厲害更直接的 你想學就去啊 不想學就不想學 吃餃子老虎那一類的啦 我們有上那個發牌學校啊 21點啊 所以21點的話 那個錢好賺嗎 那個當發牌的好像訓練過 他16就會停了 他會讓賭客播下去 他已經停住了 他有一個公式啊 你停住了 好不管怎麼樣這個過年期間 大家這個小賭儀情啦 可以摸一點點就是玩 玩虛擬比特幣就好了啦 不湯啦 比特幣要崩了啦 自己用手折出一個比特幣就好了 風險 好所以呢 阿關今天這個第一段 帶大家認識一下我們這些DJ朋友們 要不要先這個介紹一下各自的時段 宣傳一下 小姐姐有交代 可以喔 阿關姐先 我先來是不是 阿關姐得高望重我先來 大家好我是 資歷四分之一個世紀的 活力DJ阿關 時間是每一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九點到十二點 活力DJ阿關 下一位 今天是夜貓DJ丹妮斯 晚上十一點到兩點am 周一到周五 下一位 我以為是要轉am 哈哈哈 am是不是 怪怪的 am在賣藥好不好 對對對 好我是中部Relax DJ Aaron 那我的時段呢是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兩點到四點鐘 上班時間 好我是Fresh DJ Analyst 我的時段是周末 禮拜六禮拜天 早上五點到九點 哇哦 五點 很早 真是一個辛勤的早起鳥兒啊 而且周末早起耶 對 沒關係我就要說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有蟲吃 太早起從被蟲吃 不聽你就會被蟲吃 被蟲吃 欸不過說到這邊我是蠻好奇的 因為其實像阿關跟丹妮斯 我們是很熟的朋友嘛 對 但是對於這個Aaron跟Alice 我們是員工旅遊的時候 碰過 對 台中主持活動的時候碰過 對 但你們兩個人是怎麼進入這個圈子的啊 我們兩個是怎麼進入這個圈子喔 Aaron是 因為我就是呢 在大學的時候 沒事回宿舍就會打開廣播 我說真的喔 那時候都會聽我們元老姐 關姐阿關的節目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在宿舍裡躺啊 就聽到阿關在介紹張玉華的Free 我那時候覺得 好像往當DJ喔 Oh my god 現在關姐背肌都涼了 真的 我抖起來了 就是這樣啦 其實就是因為也很喜歡聽廣播 然後呢大學畢業即失業 走投無路就進入電台 沒有感謝電台收留我這樣 了解所以Aaron也是愛講話啦 愛講話啦 對啦也是雞雞喳喳停不下來啦 是是是 所以就是毅然而然的投了履歷就中了 對啊 真的喔 就一做到現在 對 欸她之力應該也跟我們不相上下吧 追隨 追隨你們的腳步 她好故意說她自己很剛 什麼對不對 什麼大學時候聽我的節目 真的啊 那所以Aaron你算算你幾年了 就2003到現在這樣是幾年了 我孩子都可以上大學了 對 真的 那Aaron你呢 嗯 我也是就是從小就聽廣播 從小你剛誇張我大學 你還從小 欸不錄了啦 走了啦 沒有啦真的 摔底了 我真的小時候就是 我覺得 現在你規定一些字不能用 對不對還蠻 不是學生時代 還很小的時候就聽 然後我就是 只是習慣而已 但是有一天我對廣播突然有一種 悸動的感覺 就是以前 以前的時代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們可以隨時聽這個聲音 喜歡我們就去看她 長得怎麼樣子 但是以前不是 以前有一天我是 固定的時間又到了 我就打開收音機 我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時間 我又要打開收音機 我又不認識她 她長怎樣我都不知道 那一天我就對廣播有一種激動 然後就覺得廣播的陪伴性好強喔 我不認識她 但我習慣這個時候 就是要聽她說話 所以我想說就是 夢想成為DJ 然後進到HudaFund 是因為參加2013年的 HITO好心意選拔大賽 嗯 對 DJ search之類的啦 對 欸所以提到這個 Dani是你以前曾經 當選過什麼廣播的夢中情人嗎 你年輕的時候 哈哈哈哈 那個時候有 你還是帥哥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投票啊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要擊敗看不見的光哥 是蠻難的 對 光哥是你看不到的一個牆 你知道 很神秘的人物 對對對 對 我是曾經做過週末早上的 那個點播時段 那個時候會收到很多 那個看守 看守所的朋友們的來信 對對對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啊 我覺得我好像是那個 就是陪伴他們長大的那種 心靈之花 有一瞬間自我膨脹 你是根生之母啊 對就覺得說 欸好像是那個根生人的 大地之母這樣子 就覺得好像可以陪伴他們 度過那種 早上可以比較輕鬆 聽廣播的時間 印象深刻欸 那Dani是你有廣播 印象深刻的時候嗎 第一次跟你On Air 人家進 你教Dennis用Console的 不記得不記得 一台Maggie的Console 哈哈 不想回應 阿官說按這邊呢 就打開麥克風 記得按完之後 還要向下拉那個Fader 會安全一點點 不會 就是還不會聲音走火啊 哦 不會不小心曝光一些 不應該外流的聲音 那個時候 記得在10樓 一個陰暗的房間 是面壁的 然後那台是一個 永遠不會壞掉的Maggie 據說好像還在用 我們店的還在用台Maggie 那一次 你第一次講話真的會發抖的 會 很緊張很緊張的 要 所以Aaron跟Alice 有一個廣播時刻當中 那個高光的時刻嗎 我 我很多阿 哈哈哈哈 因為以前 剛剛開始On Air 會緊張 常常都會你知道 就是吃螺絲阿 嗯 然後我那時候很嚴重 會有時候會安昂不分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介紹那個 一部電影叫做 你知道幾年前 有一部喜劇電影叫 叫槓上富家女 然後我就用著我 溫柔的小姐姐的聲音 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浪漫喜劇 對 我就說 為大家介紹這部 槓上富家女 變成AVP開電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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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劇情還是有 沒有嗎 沒有這種的啦 沒有嗎 就是喜劇變A片而已 哈哈哈哈 真的好高光喔 好難以忘华喔 他有被人錄下來嗎? 好刺激 沒有啦 那時候大家當然就是 即時聽到 只是就是笑笑凡啦 就想說哇塞 白天DJ怎麼那麼猛啊 古籍變A的這樣子 對啊 那AVS有沒有難忘的時刻? 沒有 我 沒有耶 哇好頻繁的工作 沒有 我的沒有是沒有高光時刻 我的難忘的應該是說 我也是會緊張 也是會講錯話 所以一開始我自己會很在意 然後啊 就會有粉絲 即時的跟我說 你剛剛講錯話了 每一次講錯話 他都會傳訊息給我說 你剛剛講錯話了 我把你錄起來 呵呵 是你的桌茶 對啊很大 但是後來我就放輕鬆 我覺得既然是LIVE 本來就會講錯話 很正常 對啊 我到現在還是會吃螺絲啊 會啊 狀況嘛 常常有啊 每天狀況不一樣啊 反正不吃螺絲就不是我了 而且不吃 吃螺絲表示我們做現場嘛 有啦 是的 對 對 只是說 以前一開始吃螺絲 會特別緊張 現在就是回去了 真的就回去了 哈哈哈 但是我記得 我記得這個Aaron也主持過很多很多 你現在活動是接不完的 外場女王喔 也沒有 我 我沒有啦 哈哈哈 見面還有兩位 哈哈哈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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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小咖的 你知道 客氣了客氣了 所以丹林斯 你去年有受到影響嗎 疫情的關係 五月份全庭啊 不用只要有任何 只要有任何的消息 後面的全庭 Omicron一來 真的 當場後面的向後全庭 對 不過我現在倒是覺得蠻開心 是可以戴口罩主持的 嗯 身為女生 都覺得 欸 窃喜啊 因為只要 只要畫眉毛就好了 跟眼睛 而且戴著口罩 你的臉不用永遠都是保持那個笑的feel嘛 你可以放鬆一下就可以 戴上口罩之後 他們說 欸 阿官不好意思 這場活動 可能因為防疫的關係 必須要戴口罩主持 我都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就回家窃喜說 我爹來防瓶泡了 哈哈哈 因為只要 只要底妝都不用上 畫眉毛 瀏海蓋一蓋 嗯 然後稍微弄一下眼睛 男生就問 戴口罩 他今天就不畫了 地分地也不上了 對 哈哈哈 哇超省 對 反正那個阿中部長有說啊 百分之七十的人戴口罩都比較好看 哦 哈哈哈 口罩產生的巨男美女啦 口罩美女啦 對 我也覺得我的顏值好像上升幾個 幾個檔次 阿官口罩殺 哈哈哈 開心啦 開心啦 對啊 欸所以你們今年大年初五之前都在幹嘛 就是在家裡耍廢啊 哦 Aaron是耍廢啦 耍廢耍廢 那Alice呢 洗碗顧小孩 希望睡得飽 早睡早起 我是覺得我反而睡得很晚耶 因為難得 可以放縱 哦 就開心啊 每天都哇 睡到這樣不要 就是 兩三點捨不得睡 吃吃喝喝的 然後吃飽就睡 睡飽就吃 對 很放鬆很悠閒 所以今天呢 就是跟這個兩位很很很開心啦 台 呃台中的DJ 中部 FM9 1.5的DJ Aaron 跟Alice聊聊 小時候受到我跟丹尼斯的啟發 是 你一定要把丹尼斯那個 丹尼斯都對 然後呢 進入這個電台的這個不解之緣 奇妙的緣分啦 所以呢 等一下這個下一段回來跟大家聊聊 過年到底可以幹什麼 吃什麼玩什麼 吃什麼玩什麼 去哪裡玩 好 對對對 所以呢 等一下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耶 耶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現在我們是大年初五的特別節目 今年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邀請到北部跟中部的DJ們 一起來進行節目 耶 有誰 再一次打算招呼 洪 阿關姐 嗨 我是國立DJ阿關 新年快樂 我是夜貓DJ Dennis 呼呼聲風 耶 我是Relax DJ Aaron 如虎天意 我是Alice 祝大家虎年新大運 好啦 來到我們這個段落聊一聊我們 過年的時候都做些什麼 吃些什麼 首先先來聊吃好了 吃開心果啊 開心 嗑瓜子啊 對 牛肉乾啊 就零食類的啦 所以你重視的是過年的零食 零食 那剛剛 其實我們私底下小聊 吃什麼 我說 欸 我第一個浮現 然後還的是北菜肉 你知道嗎 婆婆會煮 媽媽也會煮 我覺得它好像是過年 就是桌上必備的一道年菜 嗯 對 或是 烏魚子 一定會有烏魚子 對 我過年一定要吃那個佛跳牆啦 對啊 一摟裡面就是很熱鬧 什麼都有 很熱鬧 尤其裡面那個芋頭塊 菜跟栗子 我愛 一定是 先夾到自己碗裡面去 不給別人吃 那個怎麼撈 這是飽物 那個撈飽的 然後還有我媽媽都會給我吃那個 燈泥菜 喔 燈泥菜 我覺得難吃死了 哈哈哈 燈泥菜是不是有一個苦味啊 對 有牛奶 其實我也不喜歡吃燈泥菜 它就是煮的時候會有苦味 但是它說會越煮越甜 所以它是苦進甘來的意思啊 就是要說 吃的話就是那個長長久久 有一個好彩頭啦 運氣就是綿延一整年嗎 登登泥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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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啊 人家有那麼多人 一百多人 就是連糖啊 錶啊什麼都來的 對 喔喔喔喔喔 還帶孩子啊 朋友啊 聚在那個後院 然後後院就有請那個 墨西哥人擺那個烤乳豬啊 BBQ啊 就拿盤子這樣夾吃年菜的喔 真的假的嗎 欸因為 嗯 台灣的烤乳豬是我們原住民朋友對不對 啊你們烤乳豬是墨西哥的朋友 或者是BBQ 挑那個翻漢堡啊 什麼都有啊 可是不是 沒有辦法做一桌因為太多人 就要拿一個紙盤然後這樣子 花園派對的感覺啦 欸對對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老外真的蠻無聊的耶 有夠喜歡BBQ的耶 就是每一個人在那個房子 所有節日都BBQ 後台那個dag 露台就一定要一個BBQ的機器 沒有就是不是 然後家裡還有那個刷子 要刷乾淨那個油汁 對 但是就是他們可能是 是很享受生活吧 所以就會有好多的時間一起BBQ 大家聊天 烤牛排啊 也沒有啊 我們中秋節是騎肉也就烤肉 也是一樣的意思啊 我是覺得美國人好像任何時時刻刻刻 都在後院烤肉耶 不是只有中秋節這樣 對 尤其是最近不是超級杯準備開打嘛 那很多人不是要進那個 美式足球的那個 Stadium 大概七萬多人 其實最精彩是外面的停車場 停車場很多人進不去喔 他就帶著電視 然後開著他的那個Pick Up 打開後面那邊就開始烤肉了 他在停車場就開始烤肉了 哦 那個叫做Tailgate Party 了解 所以在美國他們就是這麼沒有文化 只是烤肉 就一直烤肉 烤雞啊 我們就比較學問什麼步步高深啊 黏黏有餘啊 很黏高 你看美國歌也是比較淺啊 動不動就是要動作片啊 是不是 I want you tonight I want you right now 美國歌不是這樣寫嗎 很直白 就是會上一段那個 Aaron講的那個就對了 所以擦上富家女這樣 所以我剛剛 欸我剛剛直接這樣講 會幫我哨音嗶嗶嗎 不會不會 保護當事人 保護當事人 絕對不會說是Aaron講的 算了啦 所以我每次去吃什麼啊 對 我就是桌上有什麼就吃什麼 好像人家都會覺得就是 媽媽就要準備年夜菜 但不是因為我們富家也是人數很多 廚房完全沒有我進去的空間 哦 所以就是桌上會有很多料 OK 就只要負責吃 負責讓小孩吃 負責讓小孩吃負責 負責讓小孩吃負責 還有東坡肉 要吃東坡肉 東坡肉 廣東人要吃東坡肉 肥肥的啦 這樣子步步高升啦 對 以前過年都會擺那個什麼橘子塔 碰乾塔啦 在那個拜祖先那個神明廳 你就是要堆那個橘子塔嘛 就代表大雞蛋 然後一路要擺到 大年十五 元宵過後 嗯 嗯 你們家裡面有神明廳嗎 哎 我沒有 婆婆加油 哦 對 但那不是我的管轄 你知道我就是 管不著 哦 了解 所以比起來好像上次我最傳統耶 哎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們家也會就是 對 神明廳 然後 嗯 哎 可是我聽我朋友他們就是什麼 好像 從除夕業開始就會關在家裡 然後要辦提供什麼 他們大概有兩天三天都不出門耶 好好好 就是全家一起隔離的概念 哈哈哈哈哈哈 城市中一定很開心 不要趴趴照 超傳統的 是哦 我記得是以前是 只有男生才可以上桌子去清掃 女生是不能夠上神明桌的 男生才可以去 男丁才可以上 哇哦 然後呢 就是會擺很多很熱鬧的吉祥 發糕啊 然後橘子塔啊 就會擺在那邊 然後就是會點一些那種 喜氣洋洋的燈 然後就是會讓那個聽 然後火不能滅嘛 對啊 很熱鬧 沒錯 你看 老外都不知道 心火不慘 心火相殘 對對對 就是不能夠滅 就是好彩頭這樣子 哦 然後 還要 哦 我 哎 那提到那個 傳統的年糕你們喜歡吃嗎 我喜歡 就是那個 哎呀 煎過的 對 要煎 就外酥內軟的 那一種我喜歡 哦年糕就是 哦你會 流腺蘿蔔糕對不對 長得很像嗎 甜甜的 類似 也像先生要換你快進去煎了 是不是 他講的是 它是紅豆的 他講的滴貴啦 他講滴貴啦 甜甜的啦 甜的話就是切一塊 然後會沾那個 沾蛋液 對 然後沾對 沾蛋液去煎 哎超好吃的 超肥 然後利藥就是會流腿 很好吃 最餓最餓 我喜歡你 可是那個就是 很容易泡 的東西 沒關係 阿關他有本錢 他很熟 沒關係 Danny是會叫我們要 正確的健身方法 甩肉 瘦身 甩油 其實 其實控制吃飯 就成功一大半了 對 你有聽過一句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就是你吃的東西 對 你吃什麼就變什麼 哦那我們都變軟軟的 我都是肉 我都是肉的形狀耶 哈哈哈哈 就是很鬆啊 就是很鬆啊 我看你緊不緊 哦好好可以摸 我們各自一摸都不行 拜託好不好 這個老肉你要摸嗎 Aaron你來摸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控吧了啦 Danny是現在是控吧了啦 哈哈哈 不過還是保持得非常好 真的 中心佩服耶 對啊 嗯對 好我們剛剛都聊了好多 就是過年的 好吃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聊聊 就是我們過年可以玩一些什麼 或是去哪裡 你們過年會出去玩嗎 我 我不會耶 因為我是好怕塞車的人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早上五點出去就不會塞啦對不對 對 對 可是這樣睡到飽啊 哈哈 瞭解 所以Aaron是怕麻煩 不喜歡塞車的人啊 對 但是過年期間通常都是老公開車啊 你就在車上負責睡不是 是 哈哈哈 的確是可以這樣子 那老公其實也是一個不喜歡塞車的人 所以我們好像 通常都會避開 比方說年節過後的 什麼假期再去這樣子 然後過年期間就是在家裡看電視看大家塞 就是看新聞節目 哇 哪裡又在塞 然後慶幸自己還好沒出去 哈哈哈哈 不過你們呢 你們會安排嗎 不過也是過年通常 對 像剛剛Alice講 在家就是關緊閉跟隔離 所以一般 手 手碎嘛 除夕先手碎 然後大年初一就是說 不能夠開火一些習俗 然後不能倒垃圾 會把財氣掃出門 真的喔 大年初一不能倒垃圾 對 好像大年初三 初四過後才可以倒垃圾 然後通常之前都會去 就是去鄰居家附近走啦 因為長輩嘛 在家附近就去發個紅包啊 收個錢啊 收紅包啦 對 快一年快一年 然後可能大概是初五初六 才會有時間去外面走春 對 去走一走這樣子 對 對 那Alice你怎麼玩 你問我們你怎麼玩 你自己怎麼玩 哈哈哈 你可以跟我推薦一下 嗯 沒有如果不想出門去塞車 可以在家裡玩遊戲 我們家的話 因為小朋友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準備一些遊戲 在家裡玩 那前提就是我們 報名猜賬的每一個人 都要交一百塊 哦 然後最後遊戲勝利的人 就可以拿走所有的錢 像婚宴那樣子的概念 哈哈哈 對 有一些 公雞精啦 對 對 對 我們有一年就是玩那個雜派機 有一年不是很猴嗎 就是一直按一直按 哦 看誰 對對對 哦 OK 那個滿好玩的 是被砸到的人 可以把錢拿走嗎 沒有沒有 砸到別人 就到最後都沒有被砸到的 那個才是贏 哦 全身而退的人啦 對 哦 我們現在小事 我們小事會那個啦 十八道啊啦 哦 下一次 在家裡的 就拿著挖弓出來 也像搞什麼 開門叉啥iration 西芭啊這樣子 然後也是會贏的人 就把錢拿走這樣子 你們在美國會玩什麼 桌遊嗎 其實 過年的時候 D nó就在旅行啊 因為你很早就要開始計劃 你回家這一層路 因為第一�� 機票很貴 機場很篩 然後你就開始 你可能是 幾天前你就開始飛出去了 飛出去之後 你下載之後 你怎麼想好再飛上調時差啊 在地上先調時差啊 如果你飛 半夜的飛機的話 那你到那邊是晚上七點嗎 你要學著很早在飛機上就起來了 那都在計畫這件事情 所以見到家人就準備吃那個BBQ啊 大家就準備來吃BBQ 然後接下來趕快去碰碰你老朋友 見完之後就回來了 那今年真的打算是向北海岸開車 如果早點起床的話 天氣好了的話 享受一下北海岸 在過了金山的石門那段是很漂亮的 我金山了 我金山了 我出二回娘家有空來找我了 太漂亮了 看起來這個封面應該在過年的時候就走了 我們先看好天氣 那你們就有機會碰到囉 漂亮喔 你們年節就會碰到囉 初二回娘家 初五初六都玩起來啦 對啊對啊對啊 那邊很多粽子吃啊 都吃粽子 對 明年還有機會 享受它 對對對 OK 所以我們這個差不多先休息一下下 好 等一下回來下一段呢 丹妮斯要帶我們一起去玩啦 我的夢 我的夢 這位TFM 馬上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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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過年的 所以阿關妳上次搭飛機是什麼時候妳記得嗎 唉 說來真是令人覺得唏噓啊 嗯 應該是快要三年前了唄 2019的事情 2020啦 唉唷還2020有搭到 2019的 2019的年底 還好我12月還有去京都 喔 後來之後就再去不了啦 嗯 那妳的京都還在齁 有京都嗎 京都是還在啊 京都不會不在啊 那妳的京都有跟住 我的京都大雲還在嗎 對 大雲 有跟住嗎 好 有跟住嗎 好理家在還在 加油 馬上就好了 我要去 對 麻煩大家這個過年後如果真的解禁可以起飛那天 麻煩大家丹尼斯你要來 了解 我們員工旅遊就直接去京都大雲了 Alice你要來好不好 Aaron 一人一速就大雲 一定要 一定要 那Alice妳最後是搭飛機是什麼時候 也是2019年 2019年的 七八月那邊 暑假 再也沒有去過機場 對 好悲傷喔 那Aaron呢 我也是啊 大家都停在2019了 對桃園機場的回憶 如果解禁那天 Dance有個小小的夢 OKINAWA就好 喔 OKINAWA就好 沒關係 OKINAWA就好 國際村走一下也開心 對 去到最近的地方 去沖繩走一遭 對 下那吧 坐那個捷運進去 就 我就在國際村吃下烤肉回來 都可以 沒關係 那妳現在問我嗎 如果解禁那一天喔 不行 我沒有像妳那麼容易滿足 我的護照都差點快過期了 喔 2022辦起來 新的護照 我立刻我想要去園的地方 我記得我是2019吧 停在冰島 然後那時候我就 哇賽 北歐實在是太讚了 當時我們就約定說 那要去北歐 然後把那個五國玩一玩啊 什麼挪威啊 瑞典啊 芬蘭啊 對 這種地方玩一玩 所以假設 真的有機會 重啟飛行那一天 老娘就是飛個遠的 立刻去到遠遠的北歐 冷到不要不要的回來 喔北歐好欸 北歐 北歐 對也是很棒的地方 可以看到極光的對不對 對啊 超想像極光 對 不會啦 你看看高光也可以啦 哈哈哈哈 呃 帶帶那個抗藍光也是可以 哈哈哈哈 那Alice 你的夢呢 你的夢解禁那天 解禁那一天 我剛剛也 也想看極光 我剛剛跟Aaron說 對 對 才就是發夢時間嘛 我就想看極光 嗯 極光怎麼看到阿官 極光就是一種 看人品的時候 唉唷唉唷 因為去了也不一定 可遇不可求啊 那怎樣 他有一個人帶你去某個地方 呃你要去到 首先是到 去到沒有光害的地方 好 然後他們當地會有那種極光指數 嗯 就像我們氣象局一樣 會說啊這邊降雨機率百分之八十 他就說今天晚上極光出現幾率百分之九十 嗯 然後你就要那個去到遠遠的地方 然後把自己包裹得很密密實實 然後就在那邊等待 祈求上帝給你極光的出現 那通常要等 不一定 有的人可能是一等等三天等不到 然後你在 已經心死的想說 好吧我可能這一趟就是沒人品嘛 我回家的時候突然就出現在遠方 然後一直噴發出來 我也是在冰島看到很小很小很微弱的極光很不強 就勢必還要再去的 所以測試人品也不要去看極光 去基隆看海豚 賞金也行嗎 那個也不是每次都出現的啊 但是極光跟賞金豚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現在去吧極光就賞金一下也行嘛 對 那就是沒有情況可以看尾都不一樣啊 那怎麼 金光你很歡欸 那請問三位有什麼 有什麼假裝出國那種假出國的 催眠自己的方式嗎 最近13年這兩年 你說我也出國啊 啊就只能去台南你說我小京都啊 欸Dennis啊有去過2號航廈啊 樓上有個Starbucks 那邊可以看飛機的 喔 就很像 欸 你就假裝自己去機場 在航站騎員這樣子 航站樓上有一家 星巴克是 所以看到飛機飛的 等一下等一下 Aaron打劫了 他剛剛又說張話了喔 不是不是 他剛剛又在卡了又在卡了 喔 我又在安安部分 還好不是在那個 你再說一次 我 旁賤情緣 哈哈哈哈 哈哈 有有有 喔 所以你正在那邊看飛機的起落 然後假裝自己在 機場這樣子 而且站在大廳的時候 很奇怪 沒有人 很奇怪一個景象 非常神奇 從來一輩子見不到 就最近可以看到而已 然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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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最近那個 桃園又比較不好 所以就少去好了 那你也不用去到桃園機場啊 我們就就進去 松山機場就可以啦 對 也可以看飛機 也是也是 也沒有人啊 也是也是可以看飛機 這樣啊 也不用去那麼遠 桃園還要去一趟 太遠了 也是也是 對 啊你們就清泉鋼嘛 你們台中就清泉鋼嘛 那裡很冷 那裡很冷 對啊就近就近 對 嗯嗯嗯 那所以看起來這個發夢的旅程呢 大家一定常在網路上看一些 呃旅遊影片啊 或者是做 網路上的旅遊啊 不過我覺得這一年 倒是讓我們這個 體會到台灣 其實真的也是很美耶 嗯嗯 對啊 很多人就 轉往國內旅遊 而且都是深度旅遊 其實就還蠻好的 很多沒有去過的地方 大家可以就是去安排一下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麻煩丹迪斯出團啊 哈哈 去京都大雲嘛 是吧 發夢的話不用等 等到國際旅遊那一天 我們就是繼續發夢 但國內旅遊可以請你當導遊 帶我們去 東海岸的確蠻好的 對不對 好北海岸金山成團 金山成團 金山成團去吃鴨肉 開到石門的超美麗的 超棒的 對他的那個 我覺得他那個什麼 大育園是不是 有個大育園 育園王 育園王 他有個烤玉米 哈哈哈哈 出起來出起來 烤玉米是夜市的有啦 哈哈 不是吧 欸我們那個大排長龍咧 對啊 有了 因為看海吃烤玉米 啊好暖的感覺這樣 哈哈 他是有苦中作樂的feel齁 好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這裡是HIT FM HELLO 我是Relax DJ Aaron 歡迎收聽初五的特別節目 耶 今天真的很特別耶 可以跟就是 北部的DJ們大家這樣子連線的方式 來跟大家聊聊過年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啦趕快先跟大家找招呼 先從我身邊的這一位 我們中部的 我是Fresh DJ Alice 耶 我是那個開山老前輩 活力地下官 我是他的追隨者DJ丹妮斯 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說 感恩思戶讚嘆思戶 喔對阿倫阿倫 那個育園王 前面已經不能聆聽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聲示法 哈哈哈哈 欸你比我就是 金山人還要熟欸你 直接開單 你最近剛剛去過是不是 對上個禮拜 哦 丹妮斯剛剛去過金山育園王 欸真的很好是 我覺得可以宅配喔 現在就隔壁而已 有空晃過去一下 那你帶我們去啊 對 哈哈哈哈 你就租一台皮卡帶我們去 哈哈哈哈 就團組團 因為其實剛剛在上段落 Dennis有跟大家聊到說 阿有沒有什麼偽出國這樣子 因為這幾年 這兩年啦 大家真的過得很辛苦 疫情的關係 其實原本很多人都是會利用 出國這段期間 就是過年這段期間出國旅遊 對不對 但現在沒有辦法 所以呢 嗯大家就是辛苦一點了 不過剛剛說到那個偽出國 其實我都會到outlet去買東西 假裝自己出國 哈哈哈 演型 撈便宜 shopping 然後吃美食有沒有 吃吃喝喝逛逛這樣子 在台中的outlet是哪一個 三井outlet目前比較大的 哦三井outlet 對而且他開了二期 哈哈哈 三井還有一個新的在台南站 我跟你講他這樣表示台中開二期 他們的消費力很強 台中消費力 台中消費力強 彰化更厲害 但是有瑞士銀行銀行員 只去彰化辦事的 這樣子喔 只去彰化辦事的 辦什麼事 欸你不知道 瑞士銀行的銀行員 他們是沒有銀行的 他是提一個suitcase到你家 然後你把現金給他 他就按兩個鈕存進去 就這樣 這是瑞士銀行的銀行員 的做事方式 就是那個人不用去銀行的 喔 所以意思說彰化大戶很多 超多 多到行員只去彰化 因為地主很多 你們有聽說過彰化富豪 買垮台中三越的故事嗎 喔我 原來贏了 對對對我們大家一點忙 原來贏了 喔 新光三越被掃貨 是 所以那邊有很多那種地址 我知道我有很多富豪 或是貴婦太太 就是什麼什麼今天買爆 新光三越熔燈 當天的 shopping queen 是 對但我不知道是彰化人去的 而且台中夢想家是在彰化啊 喔你現在講我們很難接耶 真的夢想家是 夢想家是 T1籃球聯盟 一個球隊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為什麼會在彰化呢 就表示他本很夠啊 是 球隊不簡單的耶 關姐 我知道我知道 球隊經營是不容易啊 對我知道最近台灣的 籃坦很熱鬧啦 T1聯盟啊 T-League嘛 是 我也是在研究好不好 黑哥嘛 哈哈哈哈哈哈 很懂喔 很懂喔 不過因為呢不能出國啦 大家就有一些偽出國的行程 對 對那可是呢 當然還是很希望 疫情退散啦 這就是 要跟大家聊的 新年新希望 我覺得應該就是全民共同體 大家共同的希望吧 對不對我真的好希望 那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疫情可能也 也沒有辦法真的退散 對 照現在的這個狀況看來 然後 大家都說啊 那我們就是要學習 跟病毒更出 共存 對 共存 不過真的很希望就是 我們的生活 能夠回到像過去那樣 可以好好的出國 要好好的生活這樣 那大家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 Dennis的幸運 幸運就是 突然間 發明一根針 打完之後全好了 打完之後 金剛 金剛同體 沒有任何的毒 可以供進來 喔了解 每個人變成金剛不壞之神 就好了 就沒有了就好了 就是no more病毒 打完之後一切恢復正常 喔 這真的是發夢欸 哈哈哈哈 這應該拍成一部電影 對 發夢 我是覺得大家 應該共同都是希望說 健康很重要啦 那我是覺得說 疫苗能夠打 趕快打起來啦 打好打滿啦 然後我希望說 嗯...拜託拜託 財神也能夠眷顧我一點點 讓我可以 創造一點被動收入 不要讓我被收割 股市小白來囉 好不要被收入啦 被動收入 對對對 有被動收入 不要被收割 啊 被動收入 是怎麼樣的一個 就是你不用 躺著就有錢進來的意思 躺著賺 就是被動收入 對不對 對 比方說股息啊 利息啊 比特幣 剛剛等於是講 虛擬貨幣 都自己幫你賺 蔣卓家囉 對 所以這個要請 GG蔣卓家 來為大家解析 非常厲害 早上起床拿起手機按兩下 OK 今天可以了 你在爆料人家是不是 真的耶 他本來不想讓人家知道的 這段請剪掉謝謝 但我跟 我剛剛聽說他有在起群組 老師帶入群 你說什麼時候可以進場 還在爆料嗎 快加我 快加我 他說有一些知名藝人 都已經加入這個群組 欸我又在爆料了 所以這個群組叫RGB嗎 不知道可能是喔 不過其實的確是啦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多方面的 吸收這些 反正就是很重要的資訊 對不對 對希望可以找一點財富自由 那最淡定的Alice呢 妳的新年新希望是什麼 妳好淡定 我新年新希望也好淡定 怎麼辦 我覺得很多媽媽應該都希望 就是過晚年之後 小朋友喊假結束 可以 如期開學 對 這也是我的新年新希望欸 怎麼家長都這種希望齁 所以小孩不要來煩這樣 很悲愧你知道嗎 很悲愧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當媽媽的就是這樣 小孩賣得差 就是好好去上學 喔喔喔喔喔 就是趕快送到學校 對對對 對 因為我相信 收音機器很多的家長都是啦 因為去年暑假結束之後 呃 是暑假前的那一段時間嗎 我有點忘記了 最近先讀可 就是遠距交學的那一段日劇 對 好久 真的好辛苦喔 嗯 我們GJ哥哥不是也寫了一首歌 有沒有 在遠距離 對 他其實不用做音樂了 他已經 哈哈哈 做什麼音樂節目啊 GJ 喔那你趕快叫GJ公佈一下他的帳號啦 公佈一下存款數字啦 他有內線也不會講 哈哈 他靠你跟他 你跟他們是兄弟 你跟他們是兄弟 對啊 我去舔他的腳 好 GJ 你舔完之後然後麻煩 就跟我們講好不好 進場時機 喔所以OK啦 希望這個小孩可以 健康平安的上學 給家長一點空欲的時間啦 對呀 或者是說像你一樣發夢說 欸有一針 搞定 學世界就是 各種病氣退散 長生不老百 對對對 那像我就是做著發財夢 被動收入 對對對 被動收入夢啦 然後Aaron就希望說大家 對啊 健康平安啦 對啊 還是可以好好穩定下來這樣 對我是真的很希望這個今年2022年 我們那個HIDO流行音樂獎 可以扮起來 可以扮起來 然後讓大家 對北中南的DJ 北中南花東 大家可以一起來同樂會 這樣 你看這一針多重要 這一針多重要 阿就麻煩你喔 找一些科學家 還花名起來 哈哈哈哈 就靠你了啦 對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的這個 新年新希望 是 好好的努力的去執行 當然也是要活在當下 現在外出有沒有那個防疫還是要做好 對 對阿 親洗手阿 口罩戴好阿 這都非常重要的 欸真的耶 所以去到各個地方齁 我覺得可以洗手的地方 一定要叫大人小孩 同桌的都趕快去洗手 然後最好是公塊母池 嗯 嗯 我現在都不敢到外面吃飯了 哈哈哈哈 還是會有點怕怕的感覺 是嗎 大力士你會外食嗎 呃 盡量不要 喔 盡量不要 然後本來煮飯就是其實 對健身人是比較好的 喔 自己控制啦 對然後你可以煮到食物的原型啊 就沒有太多那種 呃 加工食品啊 喔對對對 像水餃就很胖很胖的 喔 了解 可是水餃很好吃啊 我新年新希望是希望可以買一個 直立式的冷凍庫 直立式冷凍庫 嗯 Dennis是直立式的金庫 喔 喔 哈哈哈哈 因為Dennis最好的朋友是講作家 喔了解 準備要發了 對 所以你要跟著富翁走 你要向著財富自由賣進 啊我是追誰講作家 那我是希望說那個冷凍庫 因為你知道那個小資女啊 就是要買很多冷凍食品回來屯啊 喔 欸所以那個家裡面 冷凍庫太小不夠放 就要買個大的 然後就專門塞一些冷凍食品 對 喔 五倍券拿來買 對五倍券拿來買這個 對 啊你們咧 要添購什麼新東西 添購什麼新東西喔 嗯 這邊是要買直立式金庫嘛 我是直立式冷凍庫嘛 我是直立式冷凍庫嘛 我沒有直立式的什麼呢 哈哈哈哈 運動直立式的運動 直立式的運動 直立式的運動 好實在喔 好實用喔 好實用喔 對好實用喔 對啊 什麼都好啦 其實我的慾望 雖然是蠻強的 她的慾望 哈哈哈哈 不是慾望 慾望喔 真的是慾女欸 是慾望 慾望蠻強的 但是什麼都好啦 喔老公辛苦了 老公辛苦了 太太慾望很強 我的慾望是我老公永遠都不累 哈哈哈哈 never get tired 努力賺錢 好不好 一波又一波海浪而來 所以那個希望 清洗式的浪漫 希望就有一個很棒的老公都不會累啦 努力賺錢啦 是 對 那Alice 你的願望咧 我剛剛的願望就是希望 小朋友可以如期開續 都沒有 都沒有物欲 那有要添購什麼東西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其實還好 也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在一起開開信心這樣 嗯 對 好啦 疫情穩定下來 大家開心去逛街買東西 最好的話還可以出國去這樣子 好啦 其實呢 這次非常開心喔 因為呀 我們的特別節目喔 不同地方的DJ們連線 今天我們是北中連線對不對 對 告訴大家明天初六呢 是北部南部的連線 北部DJ呢 我們的Brian Sowa 加上南部DJ Fifi還有彤彤 在明天初六一樣是下午一點鐘的時間 會上線跟大家聊天 我們的特別節目大家一定要收聽 對 大年初五聽完 明天大年初六繼續聽下去 圓圓滿滿 是的 希望大家在新年一年都可以非常的 剛剛說啦 健康平安最重要 然後早點財富自由 哈哈哈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一個小時 雞雞喳喳 也即將就要畫下句點了是不是 嗯 是 捨不得 是 是 是 最後我們一人來祝我們的 HITF粉絲們 吉祥話是不是 一個吉祥話好不好 好 祝大家 福利滿滿 福利全開 祝每一位 百毒不侵 猛吃不胖 祝大家 還不錯嗎 哈哈哈 我說 哈哈哈 太率 我就簡單 Mickey ce 춘 asking 我是Fresh DJ Alice 虎年新大运 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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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